你是叔叔呀 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 里啊外啊的 快倒个亲 不用 不用的 都是一家子 没那么严重 小子 快倒个亲呀 阿玉 走 志明 我想了想 我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 你在门口等我吧 你不听话呀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放心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 那等于是半个父母 我们要知道感恩啊 你现在长大了 你抱恩的时候到了 快倒个亲呀 小子 叫你倒个亲怎么了 你不听话呀 妈妈教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小嫂又怎么了 又让我弟弟道歉啊 我闺蜜都跟我说了 就是两个小朋友 互相吵吵闹闹的 这很正常 但是一味地纵容那就不对了 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 以后到了社会上 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刘婉玉 现在是女儿儿子 联合起来欺负我们的是吧 老方 你就不要活上郊游了 小嫂 你今天不道歉的话 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 那行 那妈妈帮你道歉 好吧 姐夫 姐姐 方姐 这次对不起 妈 你这儿干什么呀 你 你不要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好了 好了 来 吃药吧 啊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 我不想让人家吃我治愿骨 忙了半天 脊梁骨被人戳了 儿子也跑了 你弄死了啊 阿姨 也怪我 好不容易清晰只来一趟 你看 我这一下给搞砸了 不过 明明 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可不是吧 所以我来跟您认错 您消消气 还有什么气的话 就扫我头上好了 你看 你看 你看这孩子 多吼啊 说来说去 这一家人 都还没有一个不姓脉的人理解我 全家人 走得走 输了我的输了我 我 我没输落你啊 阿姨 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撒的 你也别想太多了 过一阵子就好了 过一阵子就好了 好 来 阿宇啊 我把心安你的房费赚给你 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好嘞 你看这些好了吧 一家人做两家人嘞 吃力不透 罗培 最近是不是 女儿工作不太顺利 心情不好啊 那肯定的呀 那么年轻 接受那么大堆一个酒店 阿姨 陈焕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心安里上个月的上班 流动此间也只是勉强勾用 原来这样啊 阿姨 阿姨 那你以后不要再跟她抢生意了啊 好 都听你的 那个 等我先上楼了 这孩子吃醋药了 什么 最近怎么什么都是 好好好 行行行 都答应了 我和你讲啊 我正在看到你服帖的 以后不要跟我们女儿抢生意 你也讲得出口吧 根本我实话实说的呀 行了行了 阿姨 你听我讲 你呢 也应该好好烦心烦心 你比方说小子 是吧 从小就 内向 敏感 心思重 你跟她说话 真的要注意一点 我头痛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躺会儿 躺会儿 躺会儿 我真没想到 小早再能 存储那么多的委屈 什么素质啊 孩子不懂事 大人也知道看着点 我看这下班前也收不完呀 真的是触眉头 麦总 我跟你们一起收拾吧 这儿离街的泡房最近了 咱们赶紧收拾下 别影响到后面订婚的客户 麦总 你可别收拾了 快给我吧 连衣服那么脏啊 没事 这是我亲戚弄的 理应我来身后 咱们一块弄还能快点呢 你们的加班费我照常给 咱们一起早点下班好不好 好嘞 来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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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差不多了 那下班回家 谢谢麦总 好 怎么忙到这么晚啊 我刚刚 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以后还有这种事情 你就喊我来 让我来做 还有刘阿姨我跟麦树已经哄好了 谢了 这个奖励你的 每次都给这东西 有点心意都没有 不喜欢 不喜欢那你给我吧 谁说我不喜欢啊 喜欢的不得了 只要是你送的 我就喜欢了 在酒店门口呢 你注意这边 这儿有什么呢 走 要去个好玩的地方 带我去哪儿 你不过还带我去东风吧 是的 你就迟到了 谢谢我 谢谢 我是她男朋友 怪不得上次我觉得有点乱乱乱乱 那天实在是太匆忙了 没来得及介绍 今天正式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姚志明 你好 等一下 上次过不过了 您一会儿有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 我们两个请你吃个饭吧 再聊聊不过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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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耽误你们俩了 那 诚慌我先撤了 好 回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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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 十大特色酒店 所以我们需要 严格执行标准化 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 老板 你家亲戚 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 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 合适吗 廖刚 你知道什么 这次亲戚来订房 那我们是严格 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 由麦董自己结清的 根本没有为私人关系 用一点特选 他们是我的亲戚 但同时 他们也是酒店的客人 之所以要标准化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每天会来什么样的人 而这次的事故 正好暴露出 我们的应急措施 有着很大的问题 小朋友们在前厅玩泥巴 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上前提醒 出了事情以后 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 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或者是赔偿 导致这件事情 最后越闹越大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会再发生 姚志明 我现在已经在厅里工作了 给你报备一下